以下片段我们会讲一下去广华医院抚产科 周振基博士孕育科研中心做取论手术的入院程序 出发之前,太太应该在手术当日凌晨12点之后就开始禁饮食 直至到手术之后宁行通知 手术当日麻烦夫妇带同身份证 入院须知,去到广华医院中心做登记 太太也可以带小量轻食,等做完手术情况稳定之后可以吃 接着会讲一下去我们中心的路线 在油埋地港铁站下车,然后在A2出口出一路直行 走到见到窩打老道,左转过马路 再直行一阵,广华医院就会在你左手边 搭升级10字,在北翼10楼的右手边 你会见到去周振基博士孕育科研中心的指示 推门沿着长走廊一直走,就会见到诊所 去到诊所门口,助理会帮你量体温 然后要你完成一个感染控制风险评估问卷 姑娘会再跟你核对身份证,问清楚打夜针的时间 和金饰时间 接着会去入院登记柱,扮你入院程序 下到地下,在顺民署的左手边 你会见到东翼地下 一路直行,你会见到入院登记柱的指示 沿着地下的红线,你就会找到入院登记柱 做完入院手续,你会收到入院登记文件 麻烦看清楚自己的个人资料正托 然后再交给姑娘 回到诊所,我们要做手术前的准备 先生要在手术前大约半个小时 来中心提交精液样本 太太在做手术前都要签了取卵手术 和背胎移植手术的同意书 姑娘会帮你打静物道馆,俗称盐水斗 接着就会帮你注写一次抗生素 之后助理会带你到复苏室换衣服做准备 我们会有一些储物柜给你放置个人物品 接着我们就可以进手术室做取卵手术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手术室的环境 完成手术之后助理会带你到复苏室休息 观察四个小时期间会量度血压 记住一路要禁食 直到姑娘跟你说可以吃东西喝水 出卵的时候一定要有成年亲友陪你走 做取卵手术那天是不需要交任何实验出费用的 只是需要交入卵费 做完取卵手术有些太太会做新鲜周期 胃胎移植 有些太太会动传所有胃胎 稍后再做胃胎移植 我们首先讲新鲜周期胃胎移植的程序 做完取卵手术两天后的八点半 要回到诊所看看第二天的胃胎结果 如果第二天的胃胎多过三个 我们会培养胃胎到第五天 才再回来移植狼胃 如果是三个或以下的胃胎 会提议当日移植 那天没有不舒服的话 就会安排做入院程序 进行胃胎移植 首先要到师傅部到交使馆 婴儿周期实验室费用 再去到地下急证室入院登记处 办理入院手续 和做取卵手术不同 胃胎移植当日是无需禁止饮食的 反而要喝多一点水 以保持膀胱胀满 还有记住 要在取卵手术两天之后的夜晚 开始服用马加烈医院 开给你们的口服药体筒 有一些太太是会冻传所有胃胎的 如果你是冻传所有胃胎的话 姑娘会在手术后的第二天 电话跟进胃胎的数目 如果胃胎多于三个 我们会培养胃胎到第五天 冻传狼杯 如果是三个的话以下的胃胎 会当日 即是第二天 就会冻传胃胎 到手术后的第七天 麻烦你们八点半回到诊所见姑娘 姑娘就会告诉你 最后冻传胃胎的数目 然后就去到师傅部 交实验费用的总数 假设之后再需要冻传胃胎移植 麻烦你们联络 马嘉烈医院报告旗 再作安排